第一千零十一集 十一月六号 林凡跟老张早早醒来 使用邪恶公鸡下的蛋 然后夸赞邪恶公鸡的勤劳 往常邪恶公鸡都是没什么表现的 但他是记仇的鸡啊 人身一直羞辱的 得到林凡跟老张的夸赞 邪恶公鸡傲然地昂着头 吃勾勾地盯着人身 虽然没说话 但是意思很明确 听到了吧 本鸡也被夸赞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人身察觉到鸡地的目光 很是欣慰地摸着他脑袋 你下的鸡蛋很好吃 对邪恶公鸡来说 这番话宛如惊雷似的 劈开他的心灵 整个鸡身呆滞在原地 他要的结果不是这样的 混蛋 可恶 我邪恶公鸡 绝对不会这么算了的 此时的邪恶公鸡 紧握着翅膀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鸡弱 假以时日 我邪恶公鸡 必然飞黄腾达 一张化身 飞天机 有人敲门 打开门后 发现独眼男站在外面 早上好啊 林凡微笑的 早上好 独眼男深知 跟精神病患者交流的方式 顺着对方的意思走下去就行了 早饭吃过了吗 吃过了 简单的交流后 独眼男道 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开个会议啊 好啊 林凡的岗位 就是在特殊部门 有工作会议 有工作会议肯定要参加 随后让老张好好收拾一下 就去开会了 如今的独眼男 想法很简单 浴室怎么办呢 想到的第一位帮手 肯定就是林凡 只有他在身边 才能有那种满满的安全感 会议室 早就坐满人了 就连往日一直在 稻树那里感悟的刘海禅 都坐在那里等待着 要说这群人 谁最厉害 那除了独眼男 就是刘海禅了 毕竟这天天在 稻家宝树面前感悟 就算是偷猪 也能有实质性的突变 当林凡出现的时候 所有人都投来目光 林道明跟勇姓大师的目光 停留在人身身上 眼神有种渴望 是渴望母爱的眼神吗 不 那是渴望人身身体的原因 希望他在这里上吐下泻 那他们就能有的吃了 邪恶攻击 内心振奋得很 高层会议 这是真正的高层会议 能够得到很多有用的内幕 从很久以前 他立志成为邪恶英雄王 就是卧底在人类身边 哪怕遭遇种种羞辱 尊严被对方狠狠踩在脚下 但他依旧保持着自我 卧底就要有强大的心理 大家早上好 林凡朝着他们打着招呼 热情的很 都经常见面 众人都很友好地 跟林凡打着招呼 他们都是傲气的人 对谁都可以不爽 唯独不能对林凡 表现出不爽的一面 平常还想不想跟随大腿 到各地找鸡园了 要是不跟着林凡 都不知道会发生 什么恐怖的事情呢 坐 独眼难说的 林凡对任何事情 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如果有人需要他帮忙 他自然很乐意帮助对方 此时 金和力走进来 一眼就看到林凡 很是主动地朝着林凡 微笑点头 林凡也是微笑地回应着 屋内众人面面相聚 工作狂人的金和力 好像很少这么主动吧 看来 车里面有点小小的问题啊 此时 会议是由金和力担任主持 独眼难身为首领 则是坐在主位 做最后的总结 投影仪打开 画面出现 金和力缓缓开口 全球性地震发生以后 从下毒所的消息时 地势已经发生改变 各地名山古迹发生变化 根据一位不知名的神秘人 提供消息时 这是地势复苏 天地变动 是大时代的开启 监控的星空大族 纷纷离开联盟高院 开始行动 其实从很久以前开始 我们就已经错过机会 所以这一次绝不能错过 否则的话 对人类极为不妙 当然 金和力这番话说的是 没有什么意思的 他是将林凡除外 以林凡表现出来的实力 就算继续错过 也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男儿当子强 不能仅靠一个人 需要共同努力 这是团结的精神 说得很好 杜燕南特别赞同 看看 说得多好啊 现场要说最难受的 就是林道明 跟吴明氏一家强者 林道明变强的出路 就是从人身身上 得到点东西 比如屎尿杀的东西 可惜很绝望啊 数量很稀少 鬼知道下次变强的机会 是在什么时候 毛山真的好惨啊 到现在为止 从那些名山古迹里 有挖掘出 跟他们毛山 有关的点击吗 没有 一半都没有 这是被老天 抛弃的职业啊 就在林道明 情况老惨了都 比他还要惨 至少他还能时不时地 品尝到人身的大补之物 而老妹呢 只能甘荡着眼望着 老妹啊 我想 这次你们一家 必然能够崛起 林道明小声安慰着 没别的意思啊 就是看老妹怪可怜的 到现在没啥话语权 虽说他自己也很可怜 但好在偶尔还能填点 人身留下的东西 人要知足啊 第一千零十二集 老妹叹息点点头 询问道 你为何确定是崛起呢 我猜的 如果错了呢 遇到这种问题 林道明陷入沉思 许久后说道 我跟几家医院的院长 关系还行 能给你们一家学院的学生 介绍点工作 杜燕男轻声咳嗽着 领导做最后的演讲 都是需要酝酿一下情绪 仿佛只有这样说出来的话 才能有危言似的 刚刚金部长说得很清楚啊 白在我们面前的情况 已经是很紧急的了 机会不会经常出现 如果遇到这种机会 我们必须抓住 否则啊 后悔都来不及啊 他深刻地明白 现在他们的安全 是建立在林凡的情况上 虽说就这样下去 也不会有大问题 但目光不能如此短浅 更多的时候要靠自己 现在最强盛的 就是佛家高原 得到的点击很多 这是彻底打开 佛家的修行之路 紧接着就是道家 刘海禅从道书那里 感悟出不少的东西 都掌理成吉 推广在道家高原 茅山跟一家 就有点不行了 尤其是一家 更是濒临无用的地方 真要是继续这样下去 结果只有一家高原 彻底解散 可是不能解散 当年为了成立一家高原 都不是付出了多少努力 多少先辈的鲜血 真要说解散 那他徐正阳就是罪人了 要被一家高原的人 钉在耻辱柱上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能让一家站起来 找到新的道路 婚宜结束后 金河丽想跟林凡单独聊聊 杜燕南长得凶悍 但口才不算太好 大老粗一位 跟人骂架还算是拿手 至于交流啥的 专业事自然是交给专业人士嘛 哇 幸福的主人 人身瞧得金河丽的身材 前突后翘 完美得很 也许他们要在秘密的婚宜室里 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吧 找我有事吗 林凡问道 金河丽盯着林凡的眼睛 被这样的美女盯着 谁都会害羞地低着头 而林凡却是微笑地跟她对视着 不知为何 金河丽总感觉林凡的笑容 有些怪怪的 有画面出现 封闭的会议室里 林凡将她推倒在会议桌上 然后林凡解开上衣 抽掉皮带 然后就自行脑补得了 最终呢 金河丽一开目光 你最大希望是保护我们 对吧 对啊 可是我们现在处境 很危险 金河丽说着 她希望能够得到林凡内心 真实的想法 危险 林凡疑惑了 有吗 现在哪里有危险 有任何事情不用憋在心里 你可以跟我说的 我应该可以解决的 暂时还没有 可以后不好说呀 星空大族一出现 危险就以前不在我们身边了 宇宙很大 林凡 你实力这么强大 总有一天会踏入宇宙的 金河丽最关心的就是这种情况 宇宙对任何人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像林凡这么厉害的人 肯定会离开的 啊 林凡总感觉有些问题 眼前的金河丽问的问题很莫名其妙 我最喜欢的就是待在这儿 这里有我三个家 还有那么多朋友在 我去宇宙干嘛呢 有些想不明白 莫名其妙的 我说的有和不对吗 金河丽发现林凡看向她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好奇地询问着 有啊 我待在这里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金河丽短暂地惊愣 随后笑道 也是 可能我想多了吧 先走了 说完就起身离开 林凡摸着脑袋 没看懂金河丽的操作 不过没多想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脑海里想到老婆木青的背影 都特别好看 夜晚 一道身影鬼鬼祟祟地 轻轻漫步在特殊部门里 邪物攻击卧底到现在 准备向外面传递消息 她要证明自己是值得尊敬的 邪物英雄王 轻轻地迈动着鸡短 发现部门门卫在睡觉 心里冷笑着 愚蠢的人类 睡吧 你永远不知道 将会有多么重要的消息 被我邪物英雄王泄露出去 嘿嘿嘿嘿 只是监控室里 几位监控人员看着画面 这只鸡鬼鬼祟祟的 要不要拉警报啊 没必要啊 这是灵神养的宠物 也对 我看着鸡鬼鬼祟祟的样子 肯定是想出去找聘囊 毕竟这夜晚寂寞难耐啊 嘿嘿嘿嘿 说的也是啊 如果邪物攻击 吃到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人给监视着 绝对会暴跳如雷 大发雷霆 你们他们的既然已经发现我 就知道跟我说呗 何必让我表现跟小丑鸡似的 出来后路过稻树 稻树的树叶在夜晚间闪烁着微微金光 好像是在牵引着月光修炼似的 随着邪物攻击的出现 稻树的树叶轻轻震动着 邪物攻击发现稻树的动静 轻声鸡鸣着 来到稻树面前 鸡屁股一翘 一团鸡屎落在稻树边 给你大补一下 邪物攻击寻找一处隐蔽的地方 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到呀 毕竟卧底向外传递内幕消息 那都是小心翼翼的 就怕被对方发现 一旦被发现 那情况就非常不妙了 卧底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最终 邪物攻击来到公园 周围的环境很适合他 灰暗的灯光 不靠近的话很难发现他 邪物攻击跳到路灯上 张开翅膀 用邪物特殊的召唤方式 召唤着同胞们 搞定这些 只需要静静等待就行了 夜晚的风有些喧嚣 吹得他鸡毛漂浮起来 他锋利的鸡爪抓着路灯 高傲地昂着头 目光直视着黑暗 此时的邪物攻击 没有那么颓废 目光有些凌厉 霸道非凡 有种舍我其谁的威势 如今的邪物攻击 宛如邪物中的高冷贵族 霸道鸡总 甚至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我是莫得感情的 邪物英雄王 许久 许久 有动静传来 听到声音的邪物攻击 陡然来了精神 他已经等待许久 也准备许久 卧底到现在 也就在邪物机族面前 装过一次逼 还从来没有在 别的邪物面前装过 现在机会来了 他已经想过很多种办法 邪物攻击朝着那边看去 一只猴出现 那是邪物猴 跟人类相处得很愉悦 平时在街上卖艺 都是身穿锁子黄金塑料夹 头戴凤翅紫金塑料冠 脚穿偶丝翻步鞋 手持木质染金金箍棒 趁着黑夜 模糊的身影 透露着几分 桀骜不逊的霸气 只是 当走到路灯下时 这便宜装备啊 就是不靠谱 怎么看怎么怪异 沉闷的轰鸣声传来 一辆鬼火 从远方飞驰而来 邪物隔个屋出现 硕大的身形 黑色的毛发 完美地跟黑夜融合 如果不是它脑袋上的一抹绿 它是很难发现的 紧接着 又有一些邪物出现 都是千奇百怪 家庭宠物 有的穿着爱心小妙 有的不带小铃铛 如果没人说的话 那它们就是宠物 根本看不出一丝邪物的风范来 鸡鸡喳喳声传递着 邪物们都在左看右看 寻找着召唤它们过来的同类 就在此时 邪物们看到地面笼罩的巨大的黑影 耳边传来霸道的声音 你们的王在这里 抬起头 邪物公鸡 破天荒地开口说话了 一直没有说过话的它 竟然在这群邪物面前 暴露了自己 当然 这它是故意这样做的 至于为什么在人类那边 假装不会说话呢 那是因为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卧底 就必须有点短注 能听却不能说话 才能更容易得到对方的信任 听到声音的邪物们 猛然一惊 好有威势的声音 只是 当他们抬头看到路灯上面的 邪物公鸡时 那种震惊 瞬间转变为了疑惑 就它 邪物公鸡很享受现在的情况 不是我吧 崇拜我吧 我就是你们心中的王 你们的霸主 你们永远都无法忘记的存在 绿毛猩猩咯咯 鄙视地看了一眼 邪物公鸡 神经病 它感受到召唤 想着到底要不要来 毕竟它在小别墅里住得很舒服呀 随后想想 算了 那就来看看呗 也看看别的邪物同类过得怎么样 算是想让他们知道 我绿毛隔个屋过得很舒服 每天的饭菜都很豪华 加鸡腿的套餐呢 别的邪物都在交谈着 他们就是好奇 谁在召唤他们 原本就在人类身边睡得很舒服 被吵醒就有些不爽 现在得知喊他们的就这 完全就是浪费时间的行为 很失望 邪物咯咯咯骑上鬼火 准备回去继续睡觉 你给我站住 邪物公鸡看到这绿毛猩猩 想要回去 顿时就怒了 没看到邪物英雄王在这儿吗 你这是什么行为 什么态度 总感觉是没有将我放在眼里 邪物咯咯呜昂头 蔑视地看了邪物公鸡一眼 虽然没说话 但那眼神透露出来的意思很明确 你个渣渣 浪费我时间 随后头也不回 就要骑着鬼火离开 放肆 邪物公鸡霸道怒吓 一跃而起从路灯上跃下 抬起肌爪 一脚直接踹过去 喷 哐当 假发绿毛 腾空而起 在空中旋转几下 随后缓缓落地 这是它的象征 绿色的草原 能够让它感觉到 草原生长在头顶 但现在 却静静地落在地面 没有任何动静 啪 邪物公鸡 轻轻踩在邪物格格物脑袋上 看向周围的邪物 周围的邪物们都惊呆了 没想到 小个子邪物公鸡 竟然这么厉害 他们这里最厉害的 就是邪物格格物 可是却被一脚踹翻在地 晕死过去 真的是好可怕 还不拜见邪物英雄王 邪物公鸡硬气到 这算是他最硬气的时候了 卧底生涯到现在 终于爆发了 虽说只是短暂的爆发 但是也值得骑傲了 邪物们对着邪物公鸡 那头就败 强者值得尊敬 这是邪物中的生存原则 邪物公鸡很满意 现在的情况 记住 我是邪物英雄王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 山川古迹已经复苏 机缘再次到来 人类会去那些地方 寻找宝贝 我们也不能落后 将这消息传播出去 知道吗 邪物公鸡感觉出来的有些久 继续在这儿恐怕会被发现 说完这些后啊 果断撤退 一群邪物看到邪物公鸡离开 顿时松了口气 随后相互交流着 好厉害 是啊是啊 好凶哦 他要把我们的事情传播出去 严害时的同胞们 是不是都在这里 嗯 都在的 那我们回家睡觉吧 好的 再不回去的话 肯定会担心我们的 嗯 这一晚 邪物公鸡睡得很舒服 在梦里 他梦到自己彻底走上巅峰了 第1014集 11月7号 清晨 特殊部门楼顶 昨天 会议结束后啊 便决定去长白山 那里去过很多次 但这次 有很多星空大族子弟 朝着那边赶去 想着必然有什么东西 吸引着他们 否则怎么可能会去那么多呢 啊 当然 也有别的星空大族子弟 去了别的地方 独眼南很想去所有的地方 可惜精力有限 人手也是不足 只能选择一个地方了 真带着他 独眼南看着那小皮孩 就是想不通了 为什么林凡每次出远门 都要带着这 渐渐的小孩呢 此时 小宝拉着林凡的手 叽叽喳喳地说着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猛地转过头 大眼睛眯成小眼睛 很是不满地看着独眼呢 林凡带着我出去玩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又没有让你带我出去 就算你想带我出去 我还不理睬你呢 独眼南微笑着 那是很少有的笑容 小朋友是拥有很强的财力的 能不得罪就不得罪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以后 能从对方身上得到点好处 比如在野外 小宝专业的厨师队伍 很是不错 林凡摸着小板脑袋 看向独眼南 我想带他看看外面的风景 看看风景也好 长长见识 我只是问问 没别的意思 独眼南说着 不算解释 就是甩锅而已 此次队伍很齐全 基本都带着 就是想去碰碰运气 啊不 不是碰运气 只要有林凡在 遇到宝贝呢 基本都能到手 独眼南朝着远方看去 没有看到想遇到的家伙 吴盛 吴湘云 他们是星空大族 但跟人类关系不错 很久没见到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林凡 可以了 好 林凡带着他们飞行 在独眼南的指引下 朝着长白山那边的方向飞去 其实独眼南他们都能飞 但对林凡来说 你们的速度真的很慢 说得很有道理 独眼南他们没有反驳的能力 长白山那边很神秘 当初第一个去的地方 也就是那里 在那里经历很多 收获也很丰富 稻树 古中 火魔结晶 等等 就连独眼南的罗汉法身 都是在那儿得到的 虽说前去很多次 但依旧没能将长白山 翻得底朝天 那里还是暗藏着很多 不为人知的秘密 小宝拍着二位松鼠脑袋 松松 要回你的老家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 二位松鼠躲在小宝口袋里 冒出脑袋 叽叽喳喳地叫喊着 明显就是很开心呗 林凡笑着 对他而言 去哪都一样 他最希望看到朋友们 能够露出笑容 别的都不重要 长白山 曾经 这里就已经迎来 很多星空大族的重视 该挖掘的都被挖掘得干净 不能碰的也没谁敢冲动 现如今 地势复苏 将会有天大的变化 曾经不会出现的东西 很有可能随着现在的变化 全部出事 都是很有可能的 到了 林凡带着他们落在山脚下 林凡 刚刚在天上的时候 我发现长白山真的好壮观 好大 就跟仙境似的 小宝兴奋得很 肉眼看到的 要比照片好看得很啊 嗯 是啊 空气还很新鲜 随后 林凡跟老张闭上眼睛 深吸着 浮现享受的笑容 小宝同样跟着学习 深吸着周围空气 真的很舒服 独眼男早就见惯不怪了 他们的行为看似很怪异 但实则是内心的真实表现 谁能做到这一步 那就是有种反扑归针的感觉了 永兴大师双手核实道 林施主的境界 我被难以达到啊 这种境界简单呢 林道明说道 咋弄啊 永兴大师瞬间破功 高僧风范荡然无存 斜眼看着他 林道明淡然道 跟他一样强 你就能有这样的境界了 此话说的没有半点毛病 很有道理 就像是我不喜欢钱 我喜欢当老师时拿的几十块钱 这等境界高深莫测 合乎大道之力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难的是钱 简单的是境界 现在我们走哪个方向 独眼男问道 他依稀记得一件事 当时林凡带队 深入长白山 说上面有位强者 但最后因为要带走道树 而道树提的要求也是 想要我跟你们走 那就别进去 后来林凡就没进去 现在又来 就是不知道 还会不会遇到 走这边吧 林凡指着一条道 独眼男道 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不是 我感觉这个方向的风景更好看 我想带你们去看看 小宝也特别喜欢 看来是自己想的有点多呀 刘海禅看着周围的情况 自从在道树那边感悟许久后 心灵感应要比以往厉害很多 他能感觉到长白山的变化有点大 虽说肉眼不可见 但那种事比以前要萌很多 细心的话能从植物的生长可以看出来 比上次过来的时候要更加的茂盛 而且充满活力 此时 林凡指着周围的风景 跟小宝他们有说有笑 明显就像是来度假的 探险是附带的 走哪是哪 没有明确的目标 随雨而安 结果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过场 没过多久 周围有声音传来 几枚银色的飞镖破空而来 插在前面的道路上 封锁住林凡他们的去路 被风景弄得心情很好的独眼男 早就已经放松了 突发这种情况 自然是惊得汗毛树立 陡然想到长白山 可不是安全的地方 竟然被林凡带得放松下来 前面的家伙们 你们这是去哪啊 后方传来一道男声 声音有点稀耍的味道 显然是在这里遇到陌生人 玩心大气 想搞点事情玩玩 李温 你刚来这里就拦路搞事 还真是你的风格 说话的人穿着现代服装 被他称为李温的人呢 穿着古代服装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啊 庄霄再次踏入长白山 脑海的记忆瞬间被打开 很多不好的事情涌在脑海里 但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 他不想记得 也不愿意想起来 过去的都过去吧 目光要向前看嘛 身为庄祖子弟的他 没有跟随庄明一起 而是陪伴好友李温 来这里一起探险 人多眼杂 他们两人组对就行了 以他们的本事 只要注意点 必然能够有所收获 可别小看李温 他的名字里有个温子 那就说明他有着特殊的能力啊 永信大师站在后面 回头看去 怒目而视 找死呢你 臭秃驴 看什么看 李温骂道 林道明也回头看去 臭老头看什么看 李温骂道 小宝很生气啊 明明是你先攻击人 怎么能骂人呢 回头怒视着对方 都想要林凡揍他了 小屁孩看什么看 倒了你屁股 李温感觉骂人真的很爽啊 惊气神通透的很 咬的就是这种感觉 小宝气得紧握拳头 好气人 都没有被人这样骂过 最关键的是 他一句废话都没说 此时 庄霄笑着 温兄依旧是这般的犀利啊 就这样的臭嘴 在星空中没少白挨揍 得罪很多人 但他就是喜欢跟温兄在一起 也许这就是特殊的缘分吧 诶 这些家伙 怎么有点眼熟啊 庄霄发现 转头的人 特别眼熟 随后内心猛得一惊 卧槽 不会吧 这时 他瞪着眼睛 看着他暂时还没有转身 却已经做出转身姿势的人 从后面看 那是一位年轻人 还有他的身边有一只鸡 还有人参 不知为何 他的手脚有点发凉 发颤 内心剧烈地颤抖着 当看清那张脸的时候 庄霄的脸变得煞白 没有一丝血色 可以说白得跟张纸似的 你看 李温刚要开喷 就被一旁的庄霄捂着嘴 只能发出 嗯嗯的声音 李温挣扎着 搞不懂庄霄想干什么呀 如今已经非常害怕的庄霄 靠在李温耳边 说话都在颤抖着 别说 千万别说 这些人得罪不起的 你相信我啊 道歉 必须道歉 我会慢慢跟你解释的 他的情况就跟遇到鬼似的 一把将李温拉到身后 然后他主动站出来 对着林凡他们鞠躬九十度 态度特别的诚恳 对不起 他没有别的意思 他只是脑子有点问题 希望你们能原谅 他永远都无法忘记 曾经那一幕 少主被欺辱 祖老被打死 那场景画面 闭上眼睛都能回忆起来 他都快恨死李温了 怎么就看不住自己的嘴呢 李温傻眼的看着庄霄 搞什么鬼啊 对方谁啊 有必要如此害怕吗 但他知道装修的为人 也是比较嚣张的 突然变得这样低调 还显得很害怕 那只有一种原因 自己这张香甜的嘴 可能真的喷到铁板了 短暂的片刻间 李温大脑想的事情特别多 都不知道烧死多少脑细胞啊 也许只有这样了 阿爸 阿爸 李温歪着脑袋 吐着舌头 眼珠向上翻 双手打溜 嘴里发出怪异的声音 就好像不知道前面的路 能走似的 直接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就我这样 你们看神不神经啊 林凡 我害怕 老张紧靠着林凡 是因为他突然发病吗 是的 好可怕 如果好院长在这儿 就能给他看看了 林凡惋惜得很 心地善良的人 永远都不能眼睁睁 看着别人受难 他很想帮助对方 但对方表现出来的行为 太吓人 就连林凡 这么强大的人 都被吓住了 没敢上前搀扶 就怕被讹得 倾家荡产似的 此人有病啊 刘海禅说道 永兴大师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早日朝生 冬眼男笑着 对方的确很猖狂 态度转变得如此快速 就是看到林凡 看来也不傻 知道有的人得罪不起 想想也是啊 如果没有林凡庇护 他们特殊部门 只是笑话而已 突然 他将几枚飞镖捡起来 质感冰凉 锋利得很 以他多年的经验来看 这些飞镖的材质 绝对不是他见过的材质 弄成的 应该是胸空材质 锻造而成的 放到怀里 没收 远方 装疯半傻的李温 恢复正常 真是丢人的事啊 疯疯癫癫的样子 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幸好没太多人看到 否则没面子 庄霄背靠着一棵 苍天大树 瘫坐在那 手脚还在颤抖 到现在都没镇定下来 他到底是谁 你表现得也太害怕了吧 李温没想到 庄霄竟然表现得 这般害怕 从来都没见过 甚至都有些 不太敢相信啊 这还是我认识的庄霄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 跟随着他身边的人 都是蝼蚁 从未将他们放在眼里 但那家伙 你不能不放在眼里 庄霄深吸起口气 压下心里的惶恐 没有直接告诉他 他需要好好缓一缓 放松一下心态 我知道也不会问你 李温说道 此时的他 就跟热锅上的蚂蚁 很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星空很大 的确有很多 他们得罪不起的 但能将他们 吓到这种程度的 肯定有名有姓 但关键也不认识 林凡听过吗 没听过 李温想着 没有找到相匹配的人 庄霄自言自语道 你问我家少主 怎么感觉有些消沉 我告诉你 我们家少主 就是被他欺压的 信心崩裂 你问我祖老 庄天行哪儿去了 我告诉你 祖老被他打死了 你说 这是我们能得罪的吗 听闻这一番话 他脸色大变 庄明被揍得 信心崩裂 很正常 又不是什么 精神强者 但庄天行可不一样 那是庄族的祖老 实力很强 竟然被对方打死 想想都感觉可怕呀 不对 他竟然打死你们祖老 你们庄族能饶他 李温发现事情的问题所在 按理说 任何一族遇到这样的事 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一族祖老被杀 不将对方碎尸万段 就算丢人的事 庄霄道 他镇压魂族魂帝师 魂帝师 李温知道 那是魂族强者 很强的家伙 但是 他跟龙神战斗过 龙神 李温猛然大惊 还未等他多说 庄霄又继续开口 他在星空 击退成年吞星恶 轰隆 李温脑袋炸裂 轰鸣作响 宛如轻雷 噼里啪啦落下似的 就算没见过成年吞星恶 也知道这种恐怖巨凶的厉害 就算大族老族 都不敢说能随意地 镇压成年吞星恶 我终于明白了 李温怂着脑袋 还想事后找族人帮忙 显然是不用了 就算找族人来帮忙 也只是送菜而已 事后自己还能被族人 摁在地上摸擦 好事想不到 坏事专门想着我们 你可真是优秀的小少年啊 创销其后余声道 现在明白 不算完 李温抱拳感谢 轻轻一败 多谢庄兄 拦我做此行为 感激不尽 我是要拦你做此吗 我是怕你 在我一块脱下水 但你好好感谢我 我是接受的 有的事情 不用说得如此直白 没啥意思 温兄无需客气 身为朋友的我 不能见死不救又不是 你出来此地 可能还不清楚一些事情 容我慢慢跟你说 以后就能明白了 庄霄想跟他说的就是呢 别随意招惹这星球的人 兔TM的狠户短 万一被盯上的情况 很不乐观的 李温沉思片刻 询问道 我们是不是离开这里比较好 他怕先前的家伙气仇 专门来报仇 就以庄霄说的那些 谁能顶得住吗 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没事 他能让我们离开 就说明并未将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如果遇到 避开就行了 庄霄在这段时间里 可不是白混的 早就将一些事情 琢磨得清清楚楚 林凡不像星空大族 那些强者 自诸必报 满有容忍之心 能原谅别人 否则自家少主 也不可能 现在还胡碰乱跳的 言之有理 随后 李温跟庄霄继续搭肩而行 刚刚对林凡他们来说 只是不痛不痒的小插曲 但带来的影响就是 杜雁南他们不敢放松 全程警惕着周围 倒是错过了很多美景 林凡 这次你准备去挑战那位强者吗 杜雁南凑过来问道 谁啊 林凡满脸一问 他想不起来这里会有强者 杜雁南耐心道 以前我们来的时候 你说上面有强者 但以为某些原因没有挑战 我有说过吗 林凡询问着 他想不起来有这样的事 只是杜雁南跟他说 那肯定是有这件事 哎呀 看来是时间太久 他已经将这件事给遗忘了 但没事 强者不会跑 不会凭空消失 慢慢走慢慢看 终究还能遇到他 遇见来句请赐教便可 杜雁南笑着没说话 做人想要开心 别争辩 微笑地面对 一切都将特别的美好 路途中的美景不能错过 小宝带着拍摄神器 不断地跟林凡合照 茄子 清脸 抱抱 动作很亲密啊 将来到这里的一幕 拍成照片 挂在家里留下纪念 这儿真是来度假的呀 林道明感叹着 谁能做到这种情况 又有谁能有这样的心态 至少他没有 而且他也不相信 别人能有这样的心态 此时的小宝 就像是专业的摄影造型师似的 让他们白弄着造型 母鸡你别乱动 要摆造型 快张开你的翅膀 人参 你抱着母鸡的脖子 快点 面对这种羞耻的要求 人参是抗拒的 但没办法 摸着基地的脑袋 哎呀 基地啊 哥哥这一搂是你的福分 靠 邪悟公鸡都想将人参 摁在地上摸擦了 说的是人话吧 还福分 我福分你个大头鬼呀 独眼男充当着摄影师 完美地将眼前的一幕记录下来 小宝开心地查看相机里的照片 露出满意的笑容 眼前的情况对任何一位来长白山历险的人来说 都是很不可思议的 就算你不尊重我们 也得尊重一下长白山吧 你们悠哉的模样 会给不熟悉这里的人造成影响的 也许他们也会以为这里很安全 从而放松警惕 走着走着 他们穿梭在茂盛的森林里 此地的空气很好 树木都百年乃至千年的树木 高大雄伟冲天而起 很是震撼 但渐渐地 随着他们不断地深入 逐渐有迷雾弥漫在周围 等等 独眼男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 要说有迷雾是很正常的事 但突然有迷雾弥漫着 就很有问题了 永信大师沉重道 有妖孽出现了 林道明跟刘海禅都很警惕 一家老妹子 朝着几位哥哥身后躲了躲 看病可以 战斗不拿手 这些都该交给老头们来处理 而不是让他这位上了年纪的软老妹来 大伙警惕万分 心事重重 第1017集 他们都是战斗的老手 战斗经验丰富得很 遇到这种情况 自然会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稍有问题就能做出反应 只要妖孽胆敢冒头 必然当头一傍锤 林凡微笑着 没事的 跟在我身后就好了 随着他们的警惕 气氛逐渐有些凝重 好端端的美景旅游团 直接搞成恐怖乐园团了 当林凡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宛如至理名言似的 直接在他们脑海里响起 毒一样 毒眼男拍着脑袋 哎呀 怪我怪我 职业问题 遇到危险都会表现得很紧张 竟然将林凡给忘记了 遇到危险怕什么呀 也不看看谁在身边 就那些危险 恐怕都不够看的 他的翻然醒悟 间接地影响到林道明他们 有啥紧张的呀 危险 那是不存在的 更危险的东西都见过 还能怕这种非要搞前奏 连面目都不敢露出来的玩意儿吗 显然是想太多呀 远方的暗处 一条千足之虫 也就是进化的蜈蚣爬行着 那是被穆浩他们放出来的蜈蚣 被镇压在射立塔下方的凶物 曾经穆浩跟着千足之虫大战过 最后不敌跑路 凶物蜈蚣哪里都没去 一直生活在长白山深山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 早就已经恢复过来 他算是第一批得到 地势复苏好处的凶物 实力比以往要更强 如果非要相比较的话 怕是普陀山的普渡慈横 都要逊色很多 两者间有着天差地别的差距 千足蜈蚣在周围爬行着 速度很快 快如闪电 留下特殊的气味 目的很简单 此地有亡者出现 谁胆敢来这里放肆 看我一爪子不将你们撕碎 当然 效果很好 的确能有巨大的威慑力 但也有很不好的事情发生 有几位蜈蚣妹子 想跟她发生点超出友谊的关系 她当场就是拒绝的 顺便一口将那些蜈蚣妹子 给吞掉 虽说她不是人类 可她知道 妹子只会影响到爬行的速度 至于后代什么的 她根本不着急 被镇压那么久 出事依旧是少年 少年就该干少年的事 等哪天玩腻了 再找个蜈蚣妹子接盘 嗯 奇怪得很 寻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猎物都会因为迷雾的出现 显得很慌乱 就跟被困在牢笼里的小鸡仔似的 不安地乱跑 隐藏在黑暗中的她 最喜欢的就是慢慢看着猎物 因为不安显得恐慌 那种时候的气味是最好温的 可现在 竟然还有该死的笑声 还真没将她放在眼里啊 独眼男看着周围 浓烈的迷雾 让人心情很糟糕 同时深刻地明白 以他们的实力来这 的确有些勉强 好在有林凡 就现在这情况 任何年轻人遇到林凡 哪怕很高傲 都会跪地喊一声 求爸爸带我 林凡 这些迷雾挡着我的眼睛 我看不到周围了 小宝肚嘴着 原本都在拍摄周围的美景 可是这些该死的迷雾出现后 她就什么都拍不了了 没事的 我给你弄散 别难过啊 林凡很疼小宝的 如果她跟木青 有孩子的话 怕是也会对待 小宝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随后 就见林凡轻轻轻吹口气 顿时风起云涌 狂风大作 飘散在周围的浓烈迷雾 仿佛被一双大手给抓住似的 直接掀到天上 哇 现在舒服多了 老张拍手叫喊 小宝大大的眼睛 闪烁着崇拜的光啊 林凡 你真棒 林凡笑着 心情很不错 喜欢被老张跟小宝夸赞 比别人夸赞他还要开心 独眼男试过这些迷雾 跟寻常的迷雾不一样 仿佛拥有某种魔力似的 凝固在空气中 拍不散 驱除不了 他刚刚实验了下 也跟林凡一样吹口气 屁用都没有 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 很难逾越 千足蜈蜈正在行动 可突然间他发现 自己搞出来的迷雾 竟然消散不见了 陡然一惊 陷入深深的沉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短暂的愣神 有些没看懂 当然了 这些都不是重点 既然迷雾消散 那就重新来就好了 小宝看着周围的风景 陡然间 迷雾又出现 林凡 你看 没事 轻轻一吹就没了 林凡笑着 随后又轻轻地一吹 虽说不知道迷雾 为什么又会出现 但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多吹几次就行 千足蜈蜈涌涌入到地面 宛如土行孙似的 不断穿梭着 捕捉猎物就是要在对方 趁其不备的情况下 直接下口 在对方懵逼的情况下 将猎物吞到肚子里 想想都感觉爽得很 可就在此时 千足蜈蜈发现情况不对 刚刚弄出来的迷雾 又消散了 该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千足蜈蜈沉默片刻 没有多想 迷雾散了就散了吧 直接破土而出 一口将猎物吞掉 那是最为完美的 就在此时 地面震动 泥土破开 千足蜈蜈蜈破土而出 口气宛如镰刀似的 一闭一盒散发着锋利的锋芒 小宝惊呼着 千足蜈蜈的体型很庞大 面部猙獰得很 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种情况的他 没有被吓得尿裤子 已经是很不错的事了 独眼男知道有问题 却没想到 竟然会出现 如此可怕的怪物 绝对不是邪物 他知道邪物的气息 眼前的怪物 很有可能是 古老时期的那种 成精物种 放在以前 他早就一拳 怒佛组合拳 轰上去 不过林凡在这儿 也就没他们什么事 看着就好 同时对着千足蜈蜈 表达一丝同情 好端端的 送死干什么呀 林凡知道 小宝贝突然出现的怪物 吓到了 眉头紧皱 握指成全 丝毫不经地 朝着对方哄去 强大的拳劲席卷而来 千足蜈蜈蜈 发现情况不对 跟他想的不一样 这劲道 这威力 未免有些太猛了吧 千足蜈蜈蜈想躲避 可惜庞大的身躯 哪能是他想躲 就能躲开的呀 更不用说林凡的拳劲 到底有多恐怖了 就跟绞肉鸡似的 任何东西碰到这种力量 都会被搅得撕心裂肺地喊叫着 只见 千足蜈蜈蜈的身躯 被一股力量搅得破碎 剧烈的疼痛 让千足蜈蜈吼着 好厉害的一拳啊 杜眼男羡慕得很 他也想打出这样的力量 可惜 这些都只是梦幻 哪里有那么简单呢 就算发愤图强的苦修 都做不到这一步 千足蜈蜈蜈 倒地挣扎着 身躯被打成两截 鲜血染红地面 也许是感觉到危机到来 千足蜈蜈蜈 拖着半截身体 快速地逃离现场 杜眼男看到千足蜈蜈想逃 有点想补刀 但想想还是没冲动 别看千足蜈蜈 好像很凄惨 那是因为遇到林凡 就算再强大的实力 在他面前依旧不够看 没事了 已经被我打跑了 林凡摸着小宝脑袋 千足蜈蜈蜈 足以自豪 毕竟能够承受住林凡一拳 不死还能逃离 实在是太让人惊叹 如果千足蜈蜈蜈 知道这种情况 怕是会喷出一口老血 我他妈的都已经 被揍得如此凄惨 竟然还让我感到自豪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独眼男他们 感觉事情太简单了 单独来说 就这千足蜈蜈 要是让他们来面对的话 都不知道该如何交手 也许他们会被揍得 爆头鼠窜 狼狈逃离 可现在呢 根本不用他们处理 站在一旁看着就好 邪无功机 看着千足蜈蜈蜈蜈蜈蚣 半截尸体 既眼贼溜溜转动着 他知道 机会就在眼前 能不能抓住 就看他够不够勇敢了 普度磁行的味道很好 可是 却被人身掌控在手里 偶尔心情好的时候 会给自己来点 说实话 真的好气人 所以 机会难得 错过就真的没了 出来冒险力量 最重要的就是得会抢 想要从身后这群 虎视眈眈的家伙手里 抢的好东西 没点能耐还真不行 独眼男准备将千足乌公 半截身体带回去好好研究 可就在此时 哇你疯了你啊 骑在邪物攻击身上的人身 悠哉得很 突然间他就发现 身下的邪物攻击 就跟杨颠峰似的 张开翅膀疯狂地 朝着千足乌公 半截尸体冲去 而他直接被掀翻 摔倒在地 独眼男大惊失色 住嘴 邪物攻击张开翅膀 一路狂奔 眼神凌厉坚定 仿佛是在说 谁都不能阻拦我吞掉他 眨眼尖 邪物攻击出现在 千足乌公半截尸体前 张开嘴猛地一吸 谁都无法阻拦我吃掉他 不仅要吃掉 还要吃个宝宝的 我来了 如今 邪物攻击的修为很强 一口吞掉千足乌公的半截尸体 没有任何问题 而就在 邪物攻击 吞掉千足乌公的半截尸体后 我鸡地 你这个把我甩下来 你不想活了你啊 人声挥动的处须 对着邪物攻击就是 劈头盖脸的一顿猛拍啊 虽说很痛 但此时的邪物攻击露出得意的笑容 哪怕因为大捕流着鼻血 依旧嘴角上扬 虽说没见过鸡的嘴角上扬 是什么样子 但这些都不重要 嗯 好了 别欺负母鸡 林凡站住了拉架 看到母鸡被揍 他也心疼得很啊 不管怎么说 也是自己的宠物 每天常常恳恳地下蛋 如此辛勤的宠物去哪找啊 也只有母鸡而已 唉 独眼男惋惜得很 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防来防去 却没防得住 不起眼的邪物攻击 他早就发现 邪物攻击的实力突飞猛进 想想都感觉可怕得很 曾经实力只有五级以下的 低等邪物攻击 竟然修炼到这种境界 要不是亲眼所见 谁敢信啊 可以这么说 他绝对不是自己修炼的 而是借助外力 那外力是谁 哪里还用多说吗 肯定是人身呗 继续朝着前面走去 独眼男他们一直观察着邪物攻击 发现他吞掉千足乌宫的半尖尸体后 羽毛比刚刚要显得更加亮丽 看来的确是大捕之物 体内有所变化 说实话 他很羡慕邪物攻击 就这根脚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出息的 可是跟对人 那的确是有着天大的变化 羡慕都羡慕不来啊 独眼男想着 如果自己是位女性 表现得骚点 也许能从林凡这里得到好处 想想还是有可能的 嗯 林凡 刚刚的武功真的好可怕 小宝心有余悸道 林凡微笑道 没事 已经赶跑了 不用害怕 我才没有害怕呢 就是说给你听的 我小宝是很勇敢的 才不会害怕这些 小宝昂着脑袋道 至于先前辈 吓得小脸苍白 才不会承认呢 第一间零十九集 邪物攻击 很满意现在的情况 谁能拦我 谁能阻挡我进步的道路 哼 他发现 这些愚蠢的家伙 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 哪是羡慕而又愤怒的眼神 吞都吞了 你们还能开膛破肚 将尸体从我身体里 刨出来吗 就算给你们一把刀 都不敢对我如何 我是谁 我是邪物英雄王 邪物卧底战斗机 要的就是这般自信 人参继续骑在 邪物攻击身上 虽说刚刚被甩下来 心态有点炸裂 但不想自己走路的他 还是选择原谅了 邪物攻击 这一路上啊 除了遇到千足蜈蜈蚣外 相对还是很安全的 一直以来都相安无事 周围的风景很美丽 看得目不转睛 这种快乐很普通 很平常 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才能感受到 美景多么让人心神愉悦 刘海禅失为道家高人 掐着一算 若有所思地看向另一方 首领 我刚刚算了下 哪里好像有所不同啊 不如去哪看看 刘海禅来到独眼男身边提醒道 林道明耳朵很尖 吹牛 我看这方向就很不错 别老是卖弄你那骗人的推算啊 你 刘海禅瞪了一眼 他知道林道明喜欢跟他对着杠 直接不想多说一句废话 独眼难道 跟着他走 别想那么多 现在的情况还没看明白吧 我们行动是找死 跟着他就相当于是在旅游 他也想随处走 可是得有这能耐啊 遇到危险 别说解决危险了 能不能活着都还是问题 待在城里的时候 众人都感觉自己修为不错 只有出来后才能深刻地察觉到 就这点修为 好像真的不够看啊 轰隆 就在此时 远方一道光柱直冲天地 光柱很耀眼 将云层吹散 许久后啊 光柱消散 但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一幕 太耀眼 太华丽了 这是有宝贝出现了呀 独眼男惊呼的 习惯性地看向林凡 仿佛是在询问 要不要过去看看呀 林凡 你看到了没有 小宝拉着林凡的手 很兴奋地指着远方 小脸通红 嗯 看到了 我想去看看 带我过去好不好 好 对于小宝的要求 林凡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每次出来都带着小宝的原因 就是想让他多看看外面的景色 还有些稀奇古怪的事 独眼男朝着小宝竖起大拇指 小朋友可以的 叫我小说的事情都说出来 嗯 很是不错 以前还感觉 带着你出来 实属脱油瓶 现在看来 我错了 叔叔给你道个歉啊 得到同意的小宝很兴奋 突然他缩了缩脑袋 感觉独眼男看他的眼神 有些不对劲 别看他小 但懂的东西很多 非要形容的话 就是这目光的侵略性很强 好像要将我的身体看穿似的 远方 地势复苏 就连这些畜生玩意儿都得到了提升 这都虎归我 别的 你们自己分吧 说话的这位男子 相貌英俊 长发飘逸 眉宇间拧着一丝锋芒 手中的长剑绽放着璀璨光辉 吸附着一层寒霜 散发着阵阵寒气 此时 一群星空大族强者将一头浑身毛发金灿的老虎围住 想他虎大爷身为长白山陆地之王 从来就没受过这样的耻辱啊 只是围剿他的家伙真的很强 那剑有问题 被剑伤到的伤口处 布满寒霜 一股难以忍受的寒气涌入到体内 热血都逐渐冰冷 同时 巨鹰展翅盘旋 茂盛的羽毛随着刚刚的战斗掉落很多 巨鹰跟虎大爷是长白山好友 他是长白山空中霸主 能够跟他成为朋友 必然只有长白山陆地之王 但现在他们被一群星空大族强者围着殴打 因为空中优势 他想跑还是有机会的 可是虎兄就很难 勇兄 你快逃命去吧 虎大爷喊道 目前情况很不妙 他感觉自己是跑不了了 眼前这拿剑的家伙太巧 他根本不是对手 交手几招每时每刻 他都感觉在死亡边缘徘徊着 稍有不慎 就能被对方斩在剑下 巨鹰翱翔天空 咆哮道 说啥呢 我们相识这么多年 你是陆地之王 我是天空霸主 这边天地就是我们的地盘 如今有外来者入侵 必须共同进退 持剑星空大族强者 冷笑道 哼 真是哽人的场面 不过你们都别急 等会儿就让你们一起团聚 木柏感觉 这毫不起眼的星球 的确是给他很大的惊喜 眼前这头老虎觉醒血脉 虽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血脉 但嗅着味儿都能感受到 那蕴含着古老力量的血液 虎大爷咆哮着 音波震荡 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 片刻间 星空大族开始围剿这两头异兽 以目前的情况 虎大爷跟巨鹰支撑不了多久 有打斗的动静 多眼难皱眉 远远的就能听到打斗声 同时又震动传来 强者间的战斗 只是不知道是谁 但很快他就听到虎啸声 脑海里浮现老虎的画面 以前来长白山的时候 见过一头老虎 莫非还是那头吗 很快他们到达现场 果然跟他想的一样 见过那头老虎 但他发现 那头老虎跟以前见到的时候 有些不一样 毛发宛如黄金似的 远远看去 就能感觉到那毛发坚固得很 只是看其情况 显得很狼狈啊 果然被星空大族 强者给盯上了 第一千零二十集 林凡 我又看到那小老虎了 老张兴奋得很 他摸过那头小老虎 摸起来的时候 特别的舒服 很温顺 就跟家养的小猫似的 独眼难看了他一眼 你竟然说这是小老虎 还真不敢想象 你对大师父有什么误会 嗯 我看到了 林凡对小老虎没什么印象 梦见过去那么久 他只记得好朋友 别的东西都记不住 面对老张的询问 就算记不住 他也会微笑地点点头 表示我记着呢 胡大爷的情况很不妙啊 心里开始骂娘 想他生活在长白山 兢兢业业 从来都不乱搞 也没有欺负过小动物 只是哪能想到 如今却被人干得不要不要的 他想哭啊 可是长白山陆地之王的称号 让他不能轻易流泪 就算死也不能认怂啊 这就是他胡大爷的个性 嗯 浑身伤痕累累的胡大爷 余光看到又有人来了 心头一寒 单打独斗就不是对方对手 又有人来 看来今日真的要死在这里 只是很快 他就发现对方有点眼熟 陡然间 他想起来了 脑海里的记忆 如同泉水喷涌似的 就是他 在对方的威势下 他屈辱被人类抚摸着 嗨 算了啊 不想多说 说多了都是泪水啊 修炼到这种程度 智商都不错 想活命 只有这种办法了 大哥 救我 胡大爷咆哮着 随后横冲直撞 迅速地跑到林凡面前 如果对方愿意帮助他 他就能活着 英雄 你快来 我们大哥来了 正在空中跟星空大族 强者战斗的巨英 听到虎兄的声音是 疑惑得很 想他跟虎兄纵横长白山 只有他们是别人大哥 又有谁能是他们的大哥呢 谁敢撑 谁敢认 巨英撇着目光看去 倒要看看是谁 紧接着 大哥 巨英展翅一阵 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出现在林凡面前 模样就跟虎兄一样 彻底化身为大哥的舔英了 林凡眨着眼 疑惑得很 很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喊自己大哥 自己有收过这两个小弟吗 独眼男跟众人对视一眼 忍着笑意 看来不管是动物也好 还是人也好 都有抱大腿的习惯了 他们被星空大族 强者围剿 想活命的唯一办法 只有林凡愿意救他们 邪悟公鸡 鄙视地看着他们 真是臭不要脸的东西 老张挥挥手 小老虎 你还记得我吗 嘿嘿 记得 胡大爷 咧开嘴笑着 触碰到伤口 疼得滋牙 眼前这老头 就是摸他的人类 还称呼他为小老虎 这些都是很羞辱的称呼 可现在他愿意跟对方亲近 老张开心道 林凡 他还记得我呢 胡大爷跟巨英对视着 眼神交流着 英雄 别傻愣着 舔啊 怎么舔 哎呀 你说呢 巨英心灵神会 在林凡他们面前挥动着翅膀 虽说不能做出那种想舔的表情 但意思很明确啊 我长白山空中霸主 正在努力的舔 小老虎 你被别人揍了吗 老张看到 胡大爷身上的伤势 很是心疼 没事的 等会儿我给你扎起针 很快就能好的 胡大爷发现 这老头可能是真的爱自己 别的人 对他没有太深的感情 随后搭了这脸 表现得很忧愁 好像是说 是啊 被人欺负得好惨 等会儿你可要给我 好好地扎刃呢 此时 星空大族强者们 朝着这边看过来 在联盟高院待过的 星空大族子弟 看到林凡的时候 脸色哗然一变 没想到竟然遇到 这种变态 木白提见而来 面无表情道 你们想护我 看中的猎物吗 名山古迹的复苏 又吸引一批 星空强者的到来 他们来到这星球 直接就是进入 觉醒之地 找宝贝 撞机缘 别的都不重要 木白 就是星空大族中的 佼佼者 虽说年轻 但修为不弱 机缘更是惊天动地 用星空中的说法 出生 那就是 先天寒霜剑体 觉醒之后 能凝练本命之剑 童年时便有天大的机遇 很多大祖子弟都羡慕他 能有这样的天悦 羡慕极度恨 只是现在 要不要提醒他那是谁啊 他这样下去 会倒霉的 他的性子需要好好磨砌一下 太狂 太傲 太嚣张 有点目中无缘 嗯 我什么都不知道 众人默认此时的情况 那就不说得好 因此 做人不能太猖狂了 否则同行的人明知很危险 却还不告诉你 推动情况是多么的恶劣 但凡有个人提醒一下 也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况了 木白 他很强 你不是他对手 终于有位星空大族子弟提醒他 他也不认识林凡 刚从星空而来 混在队伍中听到他们的交谈 心里一宁 没想到 那出现的人类是强者 随着他开口 围观的星空大族子弟们 都怪异地看他一眼 仿佛是在说 你是真的太多管闲事了 我不是他的对手 木白笑了 笑得很是怪异 真是不爽得很 没有动手 就有人说我不是他的对手 这种打击我信念的话 真的不好听 木白随意挥动着手里的剑 被掠过的地面凝结出寒霜 他剑指林凡 缓缓道 这猎物是我看上的 你真的要护他们 语气很不友好 仿佛随时都能动手似的 你不是我的对手 林凡感觉得到 对方的实力是不错的 但跟他想比较起来 有着明显的差距 他最喜欢是跟强者交手 而不是欺负弱者